在您的印象裡面 詩文斌是一個什麼樣的歌手 我覺得詩文斌他本身 他在閩南語這個地位 是的 其實已經是非常穩固了 四大天王 哪裡哪裡 不過一直都排在第四位就是 我會比較取高和寡一點 而且我唱一首比較取高和寡 好… 暗淡酒店來 這個算是取高和寡的歌曲 您個人認為呢 有一首歌 它這個算是叫好不叫做的 你說你 想要逃 偏偏觸地要落腳 今天我們龍兄虎弟呢 要為各位邀請到兩位帥哥 在我們龍兄虎弟這個單元裡面 要一較長短 第一位介紹的是張宇先生 歡迎他 今天要介紹一位您的勁敵 你們兩位在這個圈內 可以說成就都是非常的這個輝煌 現在世界上只有Michael Jackson 可以跟我們 對 我們今天就是非常的需要 像您這樣講話 這種口氣的明星出現 一起來歡迎斯文斌先生 謝謝 斯文斌您好… 我一看見你就覺得非常的舒服 先跟您介紹 我在我右手邊這位 目前在國內 可以說是炙手可熱的一位明星 是… 您好 這是張宇先生 斯文斌先生 你這個怎麼這樣 不是剛才說好就這樣演的嗎 用演的怎麼行 在您的印象裡面 斯文斌是一個什麼樣的歌手 我覺得斯文斌他本身他在 閩南語這個地位 是的… 其實已經是非常穩固了 四大天王 哪裡… 不過一直都排在第四位就行了 我會比較取高和寡一點 而且我唱一首比較取高和寡 好的… 暗淡酒店來 好 這個算是喜高和寡的歌曲 您個人認為呢 有一首歌 它這個算是叫好不叫做的 對 就說 你說你想要逃 偏偏注定要落腳 您故鄉是哪裡 大稻辰 那您呢 台北市 台北市 是 跟我有什麼不同 當然不同 對啊 不一樣啊 你在大稻辰出生 我在台大醫院出生啊 對 是不是 大稻辰這個顧名思義 在大馬路稻田旁邊的 是… 就這樣子就成功了 接下來要看才藝了 要經過一段時間的爭鬥 才知道他們兩個 到底誰比較優秀 好 才藝的部分 我們這樣 從樂器開始吧 好不好 好 樂器 斯文斌請給我們先來 好 你給我們來什麼樂器 我彈吉他 來… 你現在 是怎樣的心情呢 是歡喜悲傷 還是一點點不知名的愁 如果是 請進來我的世界 稍作停留 好 在這裡 有人陪你歡喜悲傷陪你愁 好 剛才你為什麼要替你的對手合音呢 我怕他P曲唱不準 你真狠 我真是沒看過一個人比你更狠的了 不是 他這個是講的對 我很融入於這個節目 對 了解 你扮演什麼角色就要像什麼 對不對 對 那接下來是該您了 該我了 您是 那我也來個樂器好了 來個樂器 來 我彈鋼琴 童瑤 童瑤 好 你只要我說 可是我是給你聽 不要太堅強 或者太平常 你要我可以感動你的快樂悲傷 你要我可以感動你的快樂悲傷 好讓你可以一起輕輕唱 所有的故事其實都有點像 但是總有一些讓你不會忘 你說了請淡 我聽得悲傷 謝謝 不錯… 這個要請斯文斌來講了 你覺得怎麼樣 太好了 太好了 又太好了 對 不過他這個是用鋼琴彈西樂 能夠用鋼琴彈這個國樂就很難了 你是要考他還是自己來 我要自己來 好啊 想爬起來 斯文斌 不好意思 沒有人機就好 舞鈴琴彈 太 meeting了 了不起… 真的… 好啊喔咧...真的 因为音乐嘛 也不是说一定要很复杂 才叫做音乐 是不是啊 弹得不错 但是啊 我可以用一根手指头弹钢琴 我还也可以弹国乐 一根手指头弹国乐 一根手指头 我们德伦摄影师啊 已经拿下来好几次了 你们完全不造剧本了 德伦拜托再来一次 一根手指头 这样子我就不用拿麦克风了 对 等干嘛 等干嘛 哎 等干嘛 哎 不要手指头了 鼓励一下 但是我知道 你的下巴好像也不错 我不是用下巴 我是用头 算了算了 我们这样再拼下去 真的 对 两位对于乐理方面 其实都有相当的体会 深入的研究 今天非常谢谢他们两位 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 谢谢 谢谢